华夏基金杯第38届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 6月7日在贵阳圆满落下为母 来自49个国家和地区的50名业余棋手 参加了这一次传统赛事 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从1979年开始举办 至今已经是第38届了 是目前为止世界业余围棋赛中创办时间最长 赛事级别最高 参赛国家最多的传统赛事 本次赛事的参赛棋手均由国际围棋联盟的 每个会员国家和地区选派 其中最年长的是来自科洛迪亚的 72岁的佐兰·木塔布兹亚 最年轻的棋手是来自意大利的 12岁的达维德·贝纳蒂斯 世界围棋联盟IGF的话 虽然是一个国际组织 一共有77个会员国家参与 但是我们是以普及围棋 和这围棋的爱好者更加增多而为目的的 可以说是这么多年来 围棋现在的全世界的普及率 应该说是最高的时候 通过这样的世界的比赛 我相信它可以吸引到更多的国家 包括更多的棋手 可以激发他们的兴趣爱好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所以我相信像这样一个运动 不光是因为这个比赛本身呢 它能够吸引到世界各国的观众 和棋手们 包括这个社会大众的观众 更重要的是像这种棋内运动 这种活动 它对我们的身心健康非常有好处 比赛采用国际围棋联盟规则 黑贴六目半 用时为每方一小时 三次三十秒赌秒 第三次为最后一次赌秒 超时判复 比赛采用积分编排制 共进行八轮比赛 录取前十名给予奖励 经过四天的激烈角逐 中国棋手白宝翔 一路高歌猛进 好取八连胜 直白中盘胜中国台北棋手赖宥辰 蝉联冠军 这已是他第三次获得此项殊荣 焦点战役当属韩国棋手李桑斌 对朝鲜棋手李真雄 最后一轮的比拼 虽然两位棋力不分伯仲 但由于李真雄 在前半盘思考的时间过长 导致很快进入独秒阶段 忙乱中出现失误 最终以半目差距西败 亚军由韩国棋手李桑斌夺得 中国台北棋手赖宥辰获得继军 19.8其实也是到最后才逆转 欧洲棋手水平越来越高 他们提高我觉得也是好事 对世界游戏发展有好处 希望以后还能有机会参加这个世界游戏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文凭论道 我们今天为您挑选的棋谱呢 是第三届 M.Lily孟百合杯 世界维系公开赛 32强战的对局 对阵的双方呢 分别是李立言初段 和陈耀叶九段 来为大家做讲解的呢 是刘晓光九段 刘老师您好 你好 这盘棋是陈耀叶 大家都比较熟悉她 因为她是我们的一线队员 但是那个对手 李立言 她是这个陌生 就是我自己 我都不认识她 李立言初段 她是代表北美参赛的 她是代表北美 在国内升初段 然后出去的 是吧 对 她是在美国定断的 美国定断 她是在美国定断的 然后之前呢 她从八岁之前 是在北京学过棋 八岁去了加拿大以后 是在加拿大念的本科 目前是在美国的耶鲁大学 就读博士 这个就让我突然间 对美国的棋力 有了新的意识 没想到我们的出去 这么厉害 来给我们的一线棋手 能够叫上进来 能够下这个棋 我觉得大跌眼睛 我觉得她的棋 所以我们来给大家介绍这盘棋 这盘棋就是看看 我们这个代表北美参赛 其实很年轻 北美的我们的年轻的棋手的实力 好 现在李立言初段 走这个 然后她是走的腥味 白旗下了一个象小木 象小木 然后大飞手脚 大飞手脚 这都非常正常的下发 这都没什么说的 然后高的 陈阳叶下了一个流行的招法 这都是阿巴购之后的 都是常见的 这个都没说 这都是很正常 然后她是拆一个 对 那么挂一个 相当正常 然后又走一个最近非常流行的点三三 对不对 这是非常流行 最近都要点三三 你是拐呀 是扳呢 你选择 结果她不选择直接挂脚 挂这个 挺聪明的 挺好 下得挺好 然后你拖一个 拖 这都没得说 扳下去 没得说 对 长 这个我觉得没什么可说的 大家这种丁式都见过 然后就没事 很普通 挺好 然后打吃虎 也又是一个定式 这都是非常正常 把她拖鲜 我觉得她吓得挺聪明 这个时候 白棋多数是虎一个巨多 单虎二 单虎二 是最多 虎了之后 以后有打入有大飞 这个都不说 当然她走了一个 爬一个 这陈耀燕 她选择了一个这样的棋 定型 来自这个定型 选择这个定型 大家都知道有一个脱退 对 脱退 但是这个稍微 错了一路 往后压了一路 本来是往前挪一路 这个 当然也是定式 但是就说来 这个脱退 应该再过来一路 应该说这个定式 黑棋不亏 对 这个形状 从定式的角度 不亏 她这个下法也很聪明 黑棋这个位置还是不错 拆三 挺好的 然后黑棋飞 飞起来 飞起来 对 接下来如果说白棋不硬 她就再飞起来 那当然 这不起很大 这个必须要飞 这个我想白棋要飞 白棋也得跟着飞 要跟着走 这个是比较普通的 对 然后黑棋接着又飞 这个飞 压的这都难说了 但是她还是选择的飞 是的 值大形式走 这个从大局上 走到现在上 没什么毛病 应该这个 李连这个大局观 感觉都挺好 没错 如果你要走的还有一些极端的话 你压一压 拆一拆 也是有可能 但是她这个 进行大局势的进攻 就是走大形式 走个大模样 大规模作战 其实这个符合这种布局 这样的容易掌控 比较好 对 这个吓得挺好 我还挺喜欢她这个吓发 她吓得不错 这种看到这个时候 觉得这个李立安 有一定的实力 但是呢 就不会想到 她跟陈妖夜 她能迎陈妖夜 或者她怎么着 还想不到 觉得她实力 但只是初段 又是年轻的 又到在美国 不像在国内那么形式 就是那环境那么好 还在读书 一边读书 一边下棋 还有一个插曲 她呢 是刚刚新婚 刚刚新婚 而且就在下这盘棋的 头一天 领的结婚证 说不定是这个新婚 给她带来的好运 她头一天赢的是 存红浩 也是从预选 一直打上来的一名 年轻棋手 实力很强的 对 她赢了四分之三 她的第一轮 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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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64强 她赢了 陈宏浩 赢了陈宏浩 然后呢 在这下之盘棋之前 她领了结婚证 和谁呢 对象是谁呢 英明明 也是一个 这次参赛 和张学夏的那个对手 对对对 是吧 她也是 现在在美国 但是之前 一直在国内学棋的 对 入断也是在国内 也是一个 跟李立言不一样 对 但是呢 这个真是 我是说 爱情的力量是巨大的 这盘棋我们看 她下得非常好 这个 我们往后看 她的这个招法 这个使我一下子觉得 这个美国还有这样的高手呢 是还是我们 从我们这里走出去的 是北京人 她八岁 八岁才出国了 是出去定居的 好的 以后争取能够回国来 参与我们的职业比赛 好 我们看 继续看 现在分头 这个也正常 或者高一点也可以考虑 多种下法 正常 冲一冲 加一加 再加一个 你长得就跟着走 对 就这一类 这不是形式也挺好 以后那边空着再说了 以后黑棋走哪个再说了 这样的话 我觉得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下法 这黑棋的模样还是挺可观的 黑棋挺好 以后可能它会兼冲 但是这是一盘棋 我觉得 还早得很 但是这个棋呢 它走了一个激烈的 这时候棋应该有点 不容易想到 过头 对 它走的什么 它从这儿打吃 打吃被抓了 关键再打 这个棋你要打完之后 退一个可能是正常 我倒觉得打完再退 可能是正常 你要吃下面就算了 直接就打上去了 这个棋 一般不敢这么下 是的 这就 我估计陈小叶看到你这招 说他心里暗笑 觉得这个 就随便给你下了 这就是 不是 不是那个正兵的那种感觉 不是正常 这个下法太强了 过强 现在呢 白棋怎么处理 因为单打呢 没有劫财 开局无解 我倒觉得这个下法呢 虽然说看起来不是太符合 符合其理 但是真的 你拿白棋那一方 你要想点招出来才行 也得有招出来 对 也得有招啊 也不容易那个什么 你得好好对付才行 这人家这个结 你知道你要打不赢 待会这朵花可就白提了 那他怎么走呢 那现在其实白棋下法很多 如果你要是我啊 我又说那我就在这儿 给你套一个 先制造个劫财 两边你都不能被抓 这是一种下法 那么他这个棋啊 他是没走那个 他是走的什么 他是陈尧夜靠的这个 陈尧夜是不是下的 有点温柔了 这个也没什么 这个他走 他也不再走了 他直接拍上去了 他觉得这要不是 要从这个地方打 但这个也是很厉害的 他体结 是第一个是体结 对吧 这刘老师刚才那个下法 他是要断打上去 断打上去 这一个结就 就不知道你没法再硬了 这提回来就 立板就双脚石了 对 他找到这个结 找到温柔一点 当然这个棋也不要走 走这个被他一提也不好办了 这怎么办 接还是不接 如果你一接 被他这一冲就麻烦了 这个棋 这结越打越大了 不是 这本事得有结 这一下你也受不了 拍上去了 这你也受不了 那他只有无奈的转换 那个也受不了 无奈的转换 是吧 这个棋总是觉得 黑棋有点无理 有点过强 有点过 总的来说 这么下法 稍微这都是年轻人 这是个有 比较喜欢战斗 或者热血 比较有热血的 这种下法 可能才会这么下 反正这么下 是的 精力很旺盛 然后这个棋 他就让了 这个让是对的 这个是对的 那么当然白棋在这走了一个 也算连回来了 可能我想陈耀夜觉得这样已经便宜了 对 就算了 他反正这棋子走到外面 将来这几个子都还是有活动的空间 不用给他想再想点 还没死掉 更强的 但是黑棋这个紧跟着走 而且陈耀夜我估计下之前想想我这棋能稳稳地拿下就行了 就算了 这几个陈耀夜是不是一定要交换 这几个交换都要这样 交换完了再飞 或者说这期这三个不走单飞也可以考虑 是吧 这以后交换之后这么强了 以后坚冲可能 我总是不走的话 先保留一下 保留一下也可以 以后假如现在是走成这样之后 黑棋大飞 对 在这 我说假如这三个不交换 我有可能肩冲 走强一点 这样走完了之后再肩冲 这个就厚了 这多两个子就不一样了 但是现在走成这样 它这个感觉挺好的 对 这一走 这块棋 现在这个 很空旷的感觉 虽然在那个地方有点强 但是这么一交换 也还是可以 就没觉得黑棋这棋形势就落后了 没有落后 对 而且如果你 就是这现在 你要白棋 你要是不拿点手段的话 这个形势是很可怕的 有点大 有点大 白棋得想想办法才行 那这个棋 你要往里栽的深的话 它有担心 那白棋呢 白棋走这个 走得比较温柔一点 对 它这个 如果要进入的话 其实这个手段 也不是很容易 因为如果说你进得太深了 上面被拦断了 中间这一带 还是很可观 如果你进得浅了 你又觉得 被人家围了 可能有点大 再加上的白棋本身的木 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 这个角地 加这个上面 这个都是边边角角的小空 并不是很大 这被二路一爬的话 没剩下节目期 也许陈阳也觉得的时候 这个时候形成不错 他肯定会有感觉 会是 我估计 我猜想他的心 心里也觉得已经不错了 如果我呢 我就可能会有点 当然这个也可以狠一点 比如说尖冲啊 往里栽一点 都是有可能的 但走这个呢 他觉得这么 你这个效率已经不高了 但是这个棋不见得 这个看后面啊 后面黑棋 黑棋的招法是挺神的 他走了这 他走了一个神的 他在这个地方 这个倒是 你既然往高的地方走 现在都学这个阿发购物 往高的地方走 那下面必然是空的 他这个倒是很聪明 他必然是往下面 他在下面漏 其实这个呢 就是你的有益力有弊啊 你在高过游就往底下走 他这个很聪明 很好 下得挺好 不管怎么说 我觉得这个李力言还是很有自己的一套想法 不错 这小伙子 很有一套想法 下得挺好 这个棋至少很有激情的感觉 对 很有激情 年轻吗 年轻 下得很有激情 那陈瑶夜他就往里飞了一个 这个呢 是也挺那个什么的啊 估计他一眨一眼看到这招 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对付一下子 他脱先也挺好 这个一般高大上手的拖先不跟着你走 这个挺好 然后黑旗跳 跳一个 对 白旗在往里跳 其实像现在这个旗 看着好像白旗破的还挺舒服的 就大踏步的往他空里面已经去了 感觉是不是 就是说像这一类的往里蹦蹦 他觉得已经形势不错了 要是狠一点都说不定能靠到心上 直接要比如说鼓励啊什么 遇到一个大弱手 直接就碰到心上 让你来来来来更加的来 对 欺负欺负你 是吧 刚才其实白旗走得那么远的时候 黑旗很想在这一带围一个 你说这个旗如果围到这个地方 那这都是可以考虑 现在如果白旗进来的话 我觉得把你这个空一破 你也没什么东西 没错 这个破一个很大 对 非常大 非常虚 现在但是他走得 你看比较凶 他先刺一下 刺一个 刺一个 他也不疾不虚的 不过这个刺的确是一个 挺凶的 吓得很凶 他甚至就是说吓得 还想吃你 你比如说你要是粘住之后 他至少他这个地方 他说不定还 想飞断你 还有这种可能性的 是吧 他可能 但是刺着一样总好的 对 刺一个是好的形状 好 我们看后面 就黑旗的招法 他不是想要一味的围这块空 是 他没有这种概念 他在下 他刺一个 然后再靠 这个形状就是常见的一个形 靠了顶 这个就增强效率 你如果搬一个 他可能就 他就顺势就下去了 对 可能是这样的 然后呢 这个漆 这顶的应该说 白黑漆挺难过 是吧 他就飞到外面去 飞在外面 对 挺灵活下的 那如果这个呢 挡住 他是不是要这样吗 有可能吧 不知道 有可能吧 他要给你扳断 分断 我也不明白 分断有可能是这样 是吧 分断 好 我们看他走的什么 白旗就没有往这边下 白旗就这样 是吧 并了一个 黑旗就这样 走一个 但是这几招交换了之后 应该说 一次走这个黑旗 黑旗并不亏 你在这走一个 跟他交换 黑旗也踏实了 对 黑旗也踏实了 黑旗通过 就这一串的下法 他本来其实 单次一个 里面的空 还是挺虚的 对 但是有了这个飞 和这个贴之后 这边的空 就已经守住了 他也踏实了 对 所以要是我可能 还想再强硬一点 我觉得白旗下的比较温柔 白旗 哪个地方 总觉得 还想再走的凶一点 他比如说这种 这种跳刺 我都想要飞进去 飞进去 这难道不想飞进去吗 是啊 现在走了这个之后 这一紧迫了之后 白旗 现在你还注意 这儿有个加 有个分段 所以他就回补了一个 对 这一加 就给白旗断了 你只是往回家跑 这几个交换的话 白旗亏了 对 这白旗刚才飞进去 黑旗拿它有什么办法吗 我没看出来 这个 我觉得这个旗 可能贴在那 总觉得 应该往那个地方 现在 这样走了之后 黑旗往回一天 是吧 对 这个旗 这个回合是黑旗便宜了 没错 黑旗便宜了 这样的话 你在这个地方走旗 这一二三 这几包给黑旗 黑旗走用 把这个控股围上 还是挺满意的 是的 陈耀宴也没出手 吓得比较温柔 走得有点温柔 觉得 应该说是上手 可以想稳稳地拿下 但是这稳稳地拿下 一般都不是什么 很好的想法 感觉 这个也是出乎 就像我一样 出乎意料 他没想到对手 这么强 后面还有这样的手段 没有之前没有想 现在该白旗 白旗小尖了一个 小尖了一个 这也是我觉得 下得比较温柔的 温柔的 那么 当然 那漏在那里 你要是不温柔 走什么 也有点 他是不是可以尖在外面 您觉得呢 这儿行不行 他爬一爬你 就爬一爬 我就搬住 哇 这个断一断 那这脚上还是有漆 还是有些招 这样的话 是黑旗反而好下了 这样有漆 有漆 这个漆可能会 白旗很大 我是想到我走走后 这个脚 掏点掏点 问题不是太大 对 可能你可能也只能尝 这样不一断就麻烦了 尝一个 不是我刚才 这个搬应该尝 这样的话就麻烦了 这漆很多 这很多 可以使得手段很多 这就 哪怕就俗一点也给你吃了 是吧 这个手段很多 这个漆可能这不行 这个是白旗不能这么下的 好 那么我们看他的实战吧 好吗 他下的是脚上这个尖 尖一个 尖一个 白黑旗走这个 这个黑旗这个效率挺好 这个效率挺好的 这个本来 这个感觉 等于是 本来是拆二的 但是你这样白旗多了一手 黑旗的步调快 黑旗这个地方 破的白旗的空 应该是白旗挺难过的 没有什么 这一代走的都挺好 那么这个样的旗呢 其实这个时候 其实白旗啊 从形式上说有点吃紧了 对 我也不觉得白旗好 白旗没什么优势了 由于这一代 这个下马过于松朗了 对 下一下 光这个地方是 我觉得黑旗可能有点过硬 过分 但是这下到现在的话 应该说白旗得拿出点招数了 感觉一看这个 对手不俗啊 他下的这个 跳一个 这个跳 我也觉得有点 那个什么 这个跳太普通了 跳了之后啊 如果你只是为了这个 被他中间走一个 这个跳可能有点问题 这底下围不住的 太大了 这间隔太远 跳完 下一步该白旗 该黑旗下 黑旗必然是往里进去 是啊 对吧 进入 对 这个是必然大 你给他留了一个好点 所以说 我说这个跳 别跳这个旗 这个跳啊 这交旗可能中央走在什么地方 或者在这地方 你别给他留个好位置 在这个地方走一个 走在这里 对对对 这个地方 他下面怎么走啊 他比较麻烦 他是不会下来 对 如果下来 比如说往这一边 对 这个白旗往中间走走 跳一跳 你的形状反而 忙着补 是吧 这个我觉得 还就是说 你让他下来 这个没关系 往这边捧着 这三个子 你要他有可能 你走这个 要吃三个子 可能气了 那边破大 主要是这 这一带还是下得太亏 这一带 白旗应该有别的办法 接下来黑旗这一贴 就进不去了 对对对 这就是差的有点多 这个地方围得 这个围得有点大了 黑旗比较舒坦 下面 他是一跳 被黑旗在这里面 你打入 他等于是让黑旗马上走了一个最好的一个最后的大厂 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 这几个零零散散的话 还得要处理 是 现在是吧 被黑旗这么一走 这中间这几个也不能死 不能死 死了就觉得太大了 他的 你要不能 那个不能死 黑旗这个形状也挺好 那白旗刚才这个不能先贴进去吗 这个被人家挡住多大 对对 刚才这个是个要点 我这不飞之前先贴一下 刚才是应该贴 贴完之后作战 那是白旗应该走的 但是白旗居然在这个地方很随意的就这么补了被黑旗走的一个好形状 可能那个地方有点大意了 对 中间那个地方让黑旗去分走 等于薄的那么攻两头都攻着了被黑旗 这旗那总体来说呢 就感觉黑旗的弦啊 绷得不够紧 下的有点松缓 对了 但是作为黑旗这一方来说呢 应该说形势现在还不错 但是这面对强大的陈耀叶 这个李立言 是不是能够拿下呢 好 欢迎回来 我们正在为您讲解的棋局呢 是第三届 M-Lily孟百合杯世界围棋公开赛 32强战的对局 由李立言出段 对阵陈耀叶九段 刚才呢和刘老师为大家讲解到这儿 白旗刚刚飞了一个 黑旗飞了一下 黑旗飞 现在这个白旗啊也很薄 你怎么处理 是吧 黑旗呢 这个相似有联络的形状 黑的形状还是不错 因为这个刚刚一直说 这个黑旗压到这儿了 应该白旗压这个头子 这个是个关键 现在是白旗要忙着处理这个旗了 白旗怎么处理呢 白旗跳了 跳了一个 这个形状挺好 这个跳呢 一般它会唬住 这个就算把这个蚕子 它有一个联络的形状 但是跳了之后呢 黑旗也不紧着跟着走了 它走的什么 它走的飞这个 这个好旗 这个形状自己想的还挺好 这个形状 这是形状的好形 因为本来你有个穿向眼 是的 有了它呢 再穿它一挡 就没啥东西 这个旗呢 就是黑旗补这个形状非常好 这个是我基本功训练的 白旗呢 这个就让白旗去连就完了 身为一名美国的职业 其实它是在美国入断的嘛 但是这个计算这一关 也是得过的 就是不过计算这一关 估计要想当职业的 还是不行 这个马上动手呢 是否好 你现在是瞄着 它还不如先冲进去 这就出手了 其实这个是不是好 你说冲进去 或者是白旗是往哪儿冲啊 哪怕是往这儿靠一靠 或者中间走一走 是吧 反正得先冲进去 对在这个中间走走 中间好像挺 就往这儿贴一个 不是很大吗 贴一个 黑旗搬不住吧 搬住了 被白旗跳怎么办 对 跳一个就出问题 就是这样的 我刚才说的是 白旗往这儿 白旗 贴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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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不能搬 搬一个被一跳 这冲过来一挖沾就出事了 这样 对 这样当然是最好了 贴一个 如果说黑旗只能长 那总是好的了 你跟它交换一下 怎么也好了 是 那这么说就干脆吧 我说你就 直接走吗 直接走也是 反正中间怎么也得 先破它两下吧 那就这样吧 你又跳这个不是也可以吗 单跳就冲过来 就这样 那就直接一点 然后再贴出去就完了 也可以是吧 而且这底下味道还不太好 你是沾还是跳 就有点难受了 有点难受 如果说它长的话 这底下味道很不饿 就冲吧 对 就简单明了一点 这样的话 把它以后薄了以后 下一个再出击 这个有个靠 这次现在就看着 有眼力了 对 那就这么走也是可以的 中间总想做点什么文章 对啊 对啊 你等着让人家先动手 不是什么好事 它这个 这样白旗呢 可能 有期下 是吧 挺好 先冲击他一下 他没有这么下 其实这个 他是 他就没有跳 他是走到这个 这个呢 他往这儿出手了 一般 像这种期呢 从常规的说 能不出手 就不要马上出手 一出手 必然是要拿住对方 对 能缓出手 就缓出手 当出手的时候 就不要给对方机会 都像这一类的期啊 都是不要损 因为你一出手 一旦落空 你损木 损木 对 而且战场很容易就 就主动权就给人家了 主要是你本身下这种期 是没有木的 这个期呢 我感觉 从期上看 我感觉他有点 轻视对方 对 有点轻视对方 对 沈耀业是个大腕啊 是吧 这个这几下 关键是这一拐他难受 拐啊 你要走这个 不是这一般的 就没法办了 走什么呀 就不知道走哪 这一下 他有点受不了 没法办了 这两个交换 你看怎么走什么 不能顶 顶完被一打 就出事了 这上面全掉了 你要是 走什么都不好走了 这个期就难过了 所以呢 在这个期呢 他是当拐的时候 他去 他去那走什么 他是 这个期 他拐了一个 他只能粘上 这多难受 这多委屈 出手之后 这一靠 一堆的单关 委屈的 先被走成这样 然后呢 这个跳也是个好行 为什么呢 这一跳 本来是白棋有个家 又被黑棋走了好行 现在你白棋出手不行 因为什么 你这么斑 断了之后 人家这一冲 你这个跳就在这 你吃不着黑棋 正好冲过去了 吃不着黑棋 你现在出手啊 都没有 没有好的 强游队里的手段 他跳在这里呢 他就防着你呢 你一个 这个吃不着 还有这飞也吃不着 飞这个也吃不着 飞呀 吃不着 这不行 吃不着吧 接下来 你走哪个都吃不着 对 这 长这个 被这一跳也吃不着 嗯 这个地方都不行 你抓不着他 他拥有这个字 你抓不着 他这个效率很高 搞的半天 白棋没想出招来之后呢 他 委屈的压了一下 这我觉得黑棋越战越勇 好像看起来 黑棋 你看你这个出手 出手完了之后 没得到东西 被他这加强了 这个好行也走了 然后黑棋又捞恶先生 还回过头来把这个挡住 又挡住 这白棋究竟在干什么 我常问的是 白棋在干嘛 这一代都亏了很多 嗯 是的 甚至我觉得亏了一手棋的感觉 嗯 你这靠一个 哪能这么下呢 这么下完 都是黑棋的好行 这都都给 本来你这有跳进来 有很多白棋可下的棋 现在呢 不黑棋形状太好了 对啊 这个地方是不可理解的 嗯 这个地方 也说明这个黑棋下的好 对 是的 这个对手也强 他走什么 现在白棋搬了一个 对啊 然后黑棋又 往底下尖 一边收护 一边还尿着 这个棋一尖又成仙 不走这一靠 看这一靠靠断了 对 虽然吃三个 可能还没火 对 可能还没火 就是说 这个棋它有靠断 嗯 你这个棋被白棋 走的好形状 那走什么 这个棋 白棋先外面点了一下 点了一个 哦 这要反击了 但是这个反击呢 黑棋不 不给反击 它尝出来 嗯 然后 顶回去了 顶回去 那我就奇怪 它还有必要顶吗 它如果说有这个 非的手法 它能先手吃两个的话 它就没有必要顶了 人家靠断 它不行 它就断回去吧 吃中间三个 做活不就完了吗 哦 这样啊 我也不明白 它究竟要干什么 对 你说的是有道理 它为什么非要较劲 非要顶住它呢 非要顶住 这是何必呢 直接干脆 把你的中间 我倒觉得是什么 中间来个狠一点 是这样 冲一个 冲不见得斑 就直接 直接断 有没有可能性 直接断一个 有没有可能性 这种手段 是不是 这不中间先 对啊 先动手 先试一下黑棋 看看你是怎么 很想这么干一下 这样的话 你这靠断不行 我就做活就完了 对 现在你倒是让黑棋 怎么应吧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应 你敢冲我就打进去 这个打进去 有点大吧 对啊 我要给你拼进去了 这个棋 你总不能让我开花到里面 有点心疼吧 现在白棋除了这个靠断 没有别的要顾虑 这也没有断 你靠断完了 我不是这三个还留在嘴里的吗 你要吃我 那不是容易吃得着的 活气 这个就有点 陈小爷不了解 不理解了 他走了什么 他这个冲断 这个冲断总是要这么拼一下的 他走了什么 他点完了 然后他又回头了 他又往这顶一个 这个被黑棋便宜的很多 这两个交换 把黑棋哈哈笑了 这个太高兴了 然后再一肩 对啊 这大的都被人家走去了 黑棋这两个形状 两个肩 这个形状太舒服了 底下十几目了 这个棋啊 我怎么觉得就反过来了 感觉是对方陈小爷让他死的感觉 这对手怎么会 这个可能是这个 我觉得心态有点不对 他们俩 好我们再继续看 这个也可能是 真的是陈小爷 今天这个状态 或者是对手啊 真是这个这个新婚爱情的力量 太巨大了 他居然下这么好 运气都在他这上面 他是走什么 他飞了一个 飞了一个 是的 冲 黑棋冲断 走 断 白棋粘住 粘住这里面有个冲断 那么当然黑棋必须粘上 是这么下的 对吧 然后他再走这个 打吃 打吃 终于把这个冲了 但是搬一个 但是 我说这转了一圈 虽然吃了两个 但是我说 白棋 黑棋也巨大 不便宜 你这多了一手棋 终于吃两个 我这部棋搁这究竟要干什么 我也不明白 这个棋 为什么要放在这 黑棋 哈哈笑啊 这围着这么空 你只吃两个 然后你这还补了 对啊 应该说黑棋很高兴 这部棋完全可以省掉的 而且你看 这个都漏着 漏着呢 他现在就走这 这个漏着呢 这个一飞 这个都吊着呢 这个棋 黑棋大胜 对 大胜 这白棋特别郁闷的一点 是人家飞过来了之后呢 他这个跳不成立 居然发现 他这个跳完了之后啊 沾上 然后黑棋沾上 他打断 正好是插一口气 插一口气 正好插一口气 插的也不多 他如果说沾上 那人家拐回来了 他只能冲 断 接上 然后这一断 正好一口气 人家正 把它就打吃 接上 这黑棋是 现在这 不对 他沾这个 等一下 我哪儿 肯定是没 现在黑棋不挡这个 对 现在黑棋可以沾上 对 现在是黑棋四口气 对 那边三口气 这样是 我们刚才这个打 粘住就行 不打 冲又能搬住 那里面 这只是三口气 这多黑棋多一气 所以正好是不行 这个不行 刚刚好不行 对 这是很郁闷的一件事 这个计算 这方面 它出手 不能成立 能够给它闷住 是吧 这个口是封着的 刚好不行 对 挑这个 那冲段也封着 你要是硬拱 那你歪歪曲曲的 出来没几目气 没关系 所以这个棋 就是白黑棋的形状 很漂亮 很好 白棋现在小间 对 这个也没什么大的了 只有那个地方 这个如果没有什么 作为的话 就只有那个地方了 可走的了 黑棋还下的挺狠 黑棋还加断它 这个棋就不理解了 这要是干嘛 这棋就大胜 赢很多了 干嘛呢 这个棋 黑棋不要去走 这个棋 自己赶紧给一个 不 这个时候你迎棋的方式很多 你担心这个 可能担心这个不活 对 那你又搬那个 做活就完了 你干嘛 你还要吃白棋干嘛 现在又便宜太多 这个棋 就干脆 你又走得俗一点 就顶住 顶一个 这儿要尖 一尖就回家了 对吧 那白棋 如果分段 如果搬 你就搬了力 对 让它来吃 吃的时候 你中间就有眼了 这个棋 你只要活了 全班 它都没地方了 白棋没地方了 去哪挣扎 对啊 就活了就完了嘛 对吧 而且这个 白棋来吃 它有点累 你吃那个黑棋的话 让你先来吃 吃有点累 而且它中间 还有很多利用 最后不得已 再出这个手 对 先做活 黑棋这有拐啊 有跳啊 等到它要点进来 这挡住了 这个跳就成立了 都不要走 它点你挡 这个棋 白棋要吃 黑棋还挡的呢 且不好杀的 对 黑棋应该这么下呢 就是说 这个棋呢 就是利于不败之地 它 我觉得 控多太多了 控多 它没有地方 可争的了 好 这个棋 它走什么 这个就有点乱了 看着 这个棋 还要再占 这就是那个 年轻人 年轻人 就是斗志很旺盛 还想给它 那个什么呢 先把你分断 分断 但是呢 这个也有损失 就像刚才 白棋分断黑棋似的 出手 这个也不要出手 这个也应该缓出手 不应该出手 没必要 跳一个 白棋要连回去 现在你这个 因为你的这种 鲁莽的出手 也出问题了 黑棋要损目了 顶一个 冲一个蓝兽 只能粘上 只能粘上 然后再弯回去 弯回来 还算这个 也差不多吧 就是这样 黑棋刺了一个 刺一个粘住 然后它拖 它拖一个 又是妙手 就是说你搬这个的话 我要断这个 要追杀你 这个当然白棋就完了 是吧 它就是说 的确很强硬 没错 这小伙子是斗智昂扬 斗智旺盛 旺盛的不得了 白棋搬 搬退一个 然后搬了 搬这个 它做回去 做活 那么这个呢 总算你还算 它这两手还真的 还不错 算不错 便宜了 那尖一个 尖一个 这块棋呢 如果还是活棋 它也不影响大局 还是个优势 不影响大局 虽然是不如刚才那样 简明 没有那个 稍微损点木 但是大局还无妨 对 白棋现在靠一个 但是呢 这块棋 我怎么觉得 不是那么 看着舒服啊 你觉得没活干净 感觉没有刚才 那么清楚 这里面 不管是点 或者加 总是没有刚才的形状好 黑棋呢 它觉得 这个靠完了之后 这里呢 看不清了 对 所以它就拐回来了 补回来了 白棋把这个粘上 哦 然后它这儿 它可能是一时半晚 我估计它是独秒的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黑棋下了一步 我完全不能理解 它往这挤了一个 这个 这明显是一个勺子 这个不明白 这是个勺子 它看瞎了吗 应该是看错 因为这块棋 如果说黑棋 不走的话 黑棋这个是先手 这个它只能团住吧 或者是挤了 把这个吃掉 这样那里面活的空间 就更大了 对 那白棋如果说 想要杀它的话 那它只有团住 更好一点 对 只有团在这儿 还真是 那这里面 已经是活了 那就该干嘛 随便补一个就完了吧 这如果说白棋要杀的话 您是点吗 点一个 点一个它就弯住 冲一个挡住 这怎么杀呀 这里头 这里面 就杀不掉吧 杀不掉 党的话 我就搬一个就行了 不是看得很清楚吗 活气 哎呀 看清楚了 看清楚了 你要是 看清楚了 这么看清楚 它这个也是没问题 现在它应该很简明的就能赢 好像简明的就已经活了 活了 挺好 那活了我就外面 怎么再补一个就行了 补一个就行了 怎么补一个都行 对 这完全没有问题 是 还真是 它走什么呢 它这个是 它是还要 不它这个可能是误算 它应该是看错了 误算 它几个的时候 人家一打 然后把这个吃了 它还误算 它再回手补了一个 这个白话一手 棋在这里还损了木 是的 这招棋应该在这个 它可能忘记了 人家打掉先手 你就弯一个就完了 对 可能看下了 但如果没打 当然是这一叫吃 这个有棋 它看瞎了 对 这个棋是明显损一步 而且损不少 这个棋 对 然后 白棋尝了一个 白棋反击了 是不是有机会了 这有点看不清 你这个棋 你看这块棋有点问题 而且本来是 黑棋吃着 黑棋的 白棋 本来是空 现在是 它反过来 拿它料说事了 黑棋冲了一下 冲先手 对 冲 挡住 然后就赶紧做活 对 这个做活 白棋先把这先手粘回来 这个 这个木数插的有点多 这个棋 弯的 这个棋 对 这个拐一个 这个做这个活 这个棋被白棋便宜 而且挡还一先手 这里就是 就是因为这手棋插出来的 插太多了 这插得简直几十目的快 他跳一个 跳了一下 跳了一下 打一个先手 对 打一个接上 然后他小尖 这次收关了 算他的 搬起搬了一下 搬 打是先手 这是他的 打先手 又是他的先手 是吧 收关棋了 是吧 接上 但这个 就棋子 如果正常走的话 是不是孩子黑的好 黑棋还是不错 虽然这儿便宜吧 前面黑棋便宜太多了 就算白棋这门 都便宜成这样 但是还是他的好 这确实优势太大 断住了 然后这个也不小 这个大 白棋爬了一个 脚上也很大 爬一个很大 好 加一个 接上 然后他又靠了一个 那就这不要加 对 这还不如 我觉得那个挺大的 那个就单团团住也挺大的 但是这个要走 他又可能又怕死活 被白棋加一下 那挡先手 他觉得这个大 实际上那就这个 这个就不要加 如果加完再走的话 被黑棋冲 白棋冲完之后 有可能损一幕 对 是冲了吧 他冲了 但是黑棋 他是先把这个拉回来了 这个是拉回来 是他的 对 拉回来是他的 先手 然后 然后度过 度过 那虎一个 他不虎 然后就被白棋 赶紧尝掉了 他应该先虎掉的 虎掉可能稍好一点点 虎掉还是有用 这个都是非常 然后这个 然后赶紧把他挤了 这个吃了 这个太大了 实在是 陈尧也把这个吃了 这个也不小 那有关子了 拼关子 嗯 黑棋打吃了一下 打吃 我觉得他像打姜 哦 有可能打姜 嗯 然后黑棋该那个什么了 黑棋 打吃 提掉 黑棋 把这个吃掉 也不小 对 对 他吃了这个 这个不小 嗯 白棋挤了一下 他跳 对 度过 就把这个挖 挖一个 他把这个冲了 这个也不小 这个就下成这样了 下成这样之后呢 黑棋打吃 打吃 开始打结了 这儿 打吃 这个陈尧也啊 他给他打结了 打结 如果拐打 他的判断就已经输掉了 是的 应该是不够 不够了 肯定是 那他结才够吧 打这个结 对 必须 提掉 提掉 那么 黑棋 黑棋粘了一下 我觉得他应该打这个 找结 哦 是吗 您觉得呢 因为这个粘上也是 一样 木一样 但是他粘上之后 这跟搬下来有关系 对了 所以说我觉得 他应该打这个 打这个 他是粘了一个 他提结 提 他找结肯定 白棋尝了一下 尝了一个 这是顺手结 然后提结 他一看这结 打不赢 那个 看那个 黑棋就搬了一个 这个倒是也机敏 就是说 就是说黑棋 就是说他反正逆说 你不顺手打掉 我逆说也是可以 一看完就形势好 逆说也不小 你提了也没关系 你提你就提了 但那个结非常的大 他不跑一个 对 白棋得 白棋撑 白棋要撑木 把这个走了 打吃 打吃 好 再提结 那他再扑一个 是吧 扑这个结 对 再提结 黑棋 该黑棋找结了 黑棋要么粘住 没有粘 没有粘 我看他走了什么 黑棋没有粘的话 他是走什么 黑棋 没有粘 黑棋长了一个 长一个 对 提掉 提掉 然后白棋冲了一下 白棋冲一个 是先生 这是他的 他现在没冲 没有冲 我把那个次序给大家摆好了 他先断了这个 断这个 对 提结 提结 好 该黑的 找结 黑棋找结 黑棋是不是就粘上了 没有 他冲了一下了 冲一个 冲一个 冲一个的话 他打吃 对吧 打吃 粘上 对 然后再提 再粘回来 他提 对 白棋冲了一个 先手 接上 再提 提掉 对 黑棋把这个冲了 哦 这是 对 提 那铺一个是个结 对 他是先冲的这个 先冲这个 他先考验他一下 看你要不要 接住了 接住 然后提 这个时候 黑棋算了 接住了 黑棋接住了 对 那就再打一下 对 再打吃一下 但是白棋要继续撑木 要求 打一下 白棋这时候提 还不赢是吧 他把这个接住 把这个接住 这个可能判断 觉得输了 他肯定是不够 所以要跟他拼命撑结 提 他搬下来了 哇 再提 是吧 提到黑棋就没结 他就挤了一个 挤了一下 然后白棋立 立一个 挡 一搬 这个地方 你要是 这个计算还是挺 这个是一个挺有意思的 对 如果你打 他可能要做一下 做个结 黑棋干脆就这样吧 尖住 接上 他虎一个 虎一个 然后他把这个立了 因为他不立 被人家搬一下 他要缩回去 对 把他提掉 然后再搬一个 搬了这个后手了 还继续打结 对 接着打 接着打结 有那个力 打 本来黑棋这个力打 必须要抢 扑一个 扑一个 提掉 再提 然后黑棋把这个断了 断一个 断一个 接上 必须走 不是 这一打 一般要出手 出毛病了 对 再提结 他提 那这找一个结 他这找一个结 现在该白棋找结 白棋找结 对 他结 他团 团 然后提 再打一个是结 对 打一个是结 打这个 接上 提结 是吧 对 白棋挤了一个 挤一个 他再叫吃 打吃 是吧 提掉 提掉 他又点了一个 是结 点一个 点了一遍 对 然后打吃 提结 提掉 提了 再提结 哇 这个打结打的是 昏天黑黑的 没错 现在在找什么结 其实他有一个 这个结 他找这个结 可以 他没找那个结 是吧 对 他找的什么结 他找的是 那个结 黑其他挤了一个 挤一个结 挤一个的时候 这下的还挺看不清的 白棋断上去 挤那个 找这个结 很有意思 这个球 可以打吃 这个里面是个双活 对 这后面 其实这个打结 还打了一会儿 但是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摆不完了 这里做成一个 有眼双活之后 最后这个结果 是黑胜一右四分之一子 因为有个有眼双活 所以是四的指一子 七五还有 那应该说 祝贺李立言 能够战胜强大的陈耀业 作为陈耀业来说 这盘棋还是下得稍微 李立言的比较软了 好 那我们今天讲解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再见 再见